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成功探索出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成为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 近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徐杰顺接受中心社东西问栏目专访,对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的成效,以及对世界解决民族问题有何启示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就现代国家的建构而言,中西方有巨大的差异,如西欧走的是民族与国家同构的多元道路,形成了民族同质的西欧国家。 美、加、澳、三国,这走的是移民与国家同构的征服道路,而中国从传统的西欧一下之变,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区域自治,才找到解决中国民族治理问题的正确方法,走的是从民族多元走向国家一体的和和道路。 徐杰顺指出,中西方关于民族问题治理的不同道路所形成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必然产生差异。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民族政策,一国一族,欧洲基本如此,另一种是马赛克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概括地说是一国多元,如北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基本如此。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是大家庭式的,从多元走向一体,概括地说是多元一体,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 相反,西方国家实施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民族政策以西方社会主流群体为中心,服务和服从,以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目标。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时,曾基于少数民族人口,地域经济特点等因素形成了分和两种方案,那么为何最终选择和的方案呢?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之初,就是依据合则两立,分则两害的原则,将东部人口少,占地小,经济比较发达的汉族集聚地区,与西部人口少,占地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合在一起,以便双方互补,共同进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广西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五湖四海各族同胞来到广西,融入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1958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只有24.52亿人民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2万亿元,是1958年的900多倍。 徐杰顺认为,中国民族团结融合的广西样本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民族和谐发展成功的样本。 广西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有23万平方公里,5000多万人口,包括汉族在内有12个四居民族。 广西样本告诉了世界,在全球治理中,民族团结就是生命,就是力量。 各民族团结有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的生动体现,是世界民族融合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